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931集 我爷爷也没办法 刮断电话以后 段玲玲轻叹道 众人脸上也都是浮现出了一抹失落了 这时候 小宁手机又响了 段玲玲下意识看了一眼 有些惊讶地说 还是我爷爷 快接啊 说不定老爷子想到了什么办法呢 听到小冲的话 段玲玲今晚又把电话接起来 喂 爷爷 对了 玲玲啊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啊 昨天咱们家来了一位客人 是你爸的同事 我听他们聊天说 三年一度的联合会木薪大会马上要开始 你也知道 木薪大会都是会有一位联合会高层出席的 如果这位高层是顶层的那几个人 同时又不是风阵 那你说的这个条件应该就可以满足了 一听这话 段玲玲眸子一亮 不过紧跟着确认道 爷爷 你确定吗 这时间怎么跟往年不一样啊 一般都是十月份或十一月份才举行这招募大会 今年怎么提前了 确定 时间是明天下午一点 为什么会提前我就不清楚了 听你爸和那个人的谈话 此事由平山市灵异部门的部长直接负责 你爸只知道举行大会的时间 并不知道别的 如果你需要知道更多细节 就可以问问你们部长 那 那好吧 好了 你忙吧 我还没给你妈打电话呢 说完了 段承便把电话挂了 既然灵异部门的人说这件事 而且还有具体时间 这木薪大会或许真的提前举行了 不过现在咱们不知道举行大会的具体地点 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联合会高层过来 咱们怎么办 段伶琳看了一眼众人 询问道 真的要问部长吗 张帆绿一思索 便点头说 问吧 可是 小众仍旧是有一些担心 从之前情况来看 你们部长对于查东兴村的案子 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段老爷子到警局里面打听情况 部长又把所有的情况都跟段老爷子说了 或许他也有把东兴村这个案子给查清楚的心思 另外 这也是咱们唯一的 可以打听出联合会木薪大会情况的途径 在我看来 咱们可以试一下 也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探一下 你们部长对于此事 到底是什么想法 听到张帆的话 小松和段伶琳互相对视一眼 均是微微点头 部长的确是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对于我来说 最坏的结果就是加入联合会 如果你们部长并非是我们预料那样 而是导向了联合会 我就在风筝找到咱们之前 带着所有证据 加入联合会 把这事给捅出来 无论如何 我都必须要把风筝升至一发 张帆的声音里充满了坚决 听到这话 小郭钦佩而又感激地看了一眼张帆 他之所以会对张帆产生感激情绪 原因很简单 他如今虽然有了威胁风筝的手段 但此事过去以后 不要说是塌了 就连护理精都威胁不到风筝 以风筝的性格 一定会疯狂地报复 张帆如果可以把风筝彻底除掉 便等于是解了他的后顾之忧了 好 那我马上给部长打电话 段伶琳应了一声 而后从手机里找出部长的电话 用小妮的手机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 话筒里传出了一个 颇有磁性的男性声音 喂 哪一位啊 部长 我是段伶琳 段警官 你现在在平黄县吗 那边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呀 部长并没有指责 而是直接询问案情 听到这话 无论是张帆还是萧冲 脸上都多出了几分轻松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原证和物证 但是这个案子的幕后真凶势力太大 如果足迹汇报 很可能会被压下来 我们必须直接汇报到联合会几个顶层那里 但我们又不认识能够通天的人 明天联合会不是要举行三年一度的木薪大会吗 据说会有联合会的高层到此 我们想趁着这个机会 把原证和物证递交到联合会派出的高层这里 嗯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但实现起来有些困难呢 我作为这次的木薪大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都不能直接接触到联合会派下的那位高层 你们就更加困难呢 这 这 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说不准到时候会出现一些转机 但愿如此吧 您知道联合会会派哪位高层下来吗 不知道 联合会派的高层不会泄露给下面的人知道的 因为联合会怕下面的人会搞腐化的那一套 让木薪大会变成连财大会 把天才都给过滤掉 招募一些个蠢财 阻碍联合会发展壮大 一般的情况下 只有到了木薪大会的最后时刻 联合会所派的高层才会露出面来 讲那么几句话的 原来是这样啊 段琳琳南南自语 一边说话 一边看了眼张凡和小冲 那木薪大会的地点在哪 在平山西城郊汤河景区里 不过需要凭借邀请卡才可以进入会场 一张邀请卡只可以进入一个人 你们需要几张啊 我可以提前帮你们准备好 放在 放在警局旁的齐田超市里面好了 我们 我们 段琳琳扫看了眼中人 这时候 张凡比出了两根手指 看到张凡的手指 段琳琳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疑惑 两张就行 只需要两张吗 加上张凡 你们可是就有三个人了 两张够吗 这时候 张凡又朝段琳琳点了点头 段琳琳确认道 够了 我们只过去两个人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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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